现在是什么地方呀 秋水不染沉没有买地图 又是第一次来到北部大陆 只得问拥有地图的叶子 墨加米亚平原 叶子回答 而后他半天不见系统提示他发现地图的声音 于是又加上了两个字 可能 秋水不染沉翻了翻白眼 也没有什么心思继续问了 只能一边狂灌着药水 一边跟着叶子飞奔 现在他真的已经顾不了什么药水值多少钱了 因为在他们后面追赶着的不但有守护雪人 还有那隆隆掉落的雪块 以及滑落下来的冰块和山石 他们再快也只有人的速度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怕是支撑不了多久的 这里是平原 能不能找到有什么阻拦的地方 再这么飞奔下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跑过雪崩的 要是有障碍的话 应该会轻松一些 秋水不染沉看着叶子又在翻看地图了 立刻向他询问 现在守护雪人已经不算什么了 在天灾的面前 一个小小的boss实在算不上什么威胁 现在两个人也算得上是狮子多了 不怕痒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 说话就淡定多了 我在公平交易集市里曾经听说过 三大工会在这里攻打荒城 叶茨合上了地图 其实墨加米尔平原还真的就是平原 太平了 连可以用来躲避的小山包小树林都没有 在这样没有天然阻挡的情况之下 叶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人形肉钝了 秋水不染沉 虽然为人低调 但是能被称为南部大陆的丹刷王 这种人的心思不见得单纯 这种人的为人也不见得干净 他立刻就明白了叶茨的意思 黑黑的干笑了几声 嘿嘿 公子大神的心思很折密啊 叶茨白了秋水不染沉一眼 皮笑肉不笑地回答 彼此彼此 秋水大神也是在同我心思相通吗 秋水不染沉才不管叶茨话语里的嘲讽之意呢 因为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刚才那些爆炸声 难道是火药工程车的声音 叶茨扬了扬眉吗 看来秋水不染沉虽然不是重生的人 但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瞒不了他的 那我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本来还想 这雪崩一过去 这么多人的死亡 实在是一件比较不厚道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 还真是不死不保 时候未到呀 秋水不染沉点点头 看样子 他的心理建设做得十分强大 这种理由都能被他找得出来 就在两个人为了躲避雪崩 而在平原上飞速逃窜的时候 正在莫加米尔平原上 为了攻占提曼皇城的三大工会 也正在积极地投入战斗之中 加兰神殿 加兰风情站在战车上 这战车位于整个战场的后方 作为加兰神殿 这场战斗的第一指挥 加兰风情自然是不会自己冲锋陷阵的了 他一直紧紧地盯着整场战斗的姿势 根本无暇分神其他的事情 提曼皇城位于莫加米尔平原的 西北靠中部的地方 他的身后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所以只有三方可以攻城 这三面分别是东、南、西 而三大工会则牢牢地一人一面地占领着 其中东面和西面都是侧面 而南面是城市的正前方 加兰神殿作为第一个进驻莫加米尔平原的工会 当然首先占就了最好的位置 他们在提曼皇城的正面铺开了阵势 架好了工程的车之后 其他的两个工会这才进驻了莫加米尔平原 虽然这件事情前后不过是两三天的时间 可是有的时候 战争的优势就是在这两三天之内就已经确立了 作为第二个建筑莫加米尔平原的工会 新城工会 虽然失去了最佳的攻击面 但是也选择了比较好的位置 那就是提曼皇城的东面 这一面虽然相对比较窄 但是新城的探子们却确认这个方向 绝对是三面之中及时比较松散的地方 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攻击的话 应该会比从另外两面更容易一些 不过因为这里受众的面积狭窄 所以新城并没有像是加兰神殿那样 将摊子铺得很开 而是选择了很紧实的布阵状态 这种布阵 比起加兰神殿那松散的布阵 优势还是很多的 至少对于集中火力的方面 是有极大的优势的 只不过侧面毕竟不如正面 就算打开了破口 要想进入提曼皇城 也是不容易的 至于最后一面的西面 毫无悬念的就属于血雨飘香工会了 论实力 血雨飘香工会 并没有加兰神殿和新城那么强悍 不过这个工会十分低调 而且远程职业众多 虽然跟另外两个工会比起来 略有那么一点的不如 不过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好歹也是一个百万人的大工会 要凭实力的话 也是不输人的 不过 这一次 枯骨明显是来打秋风的 所以工程车并没有买几辆 只是装装样子罢了 而且 在工程车 想踢满皇城投放炸弹的时候 他们属于丢的炸弹最少的工会 而且 也很控制角度 基本都是打在正面和新面的拐角上 这样 既不算犯规 又可以适当地占一些 加兰神殿的便宜 实在是不得不说 这个枯骨 还是很有点 伤人的脑袋的 加兰风情 看了看正面的城门 距离轰开 还需要一定的努力 所以抬起了手 继续要求下面的人 填装火药 然后丢出炸弹 加兰神殿 真是财大气粗 那价值不菲的工程车 居然一口气 买了六辆 一字排开的 摆放在镇前 同时天装火药 同时朝着天曼荒城 放出炸弹 但发出的巨大声音 让人震耳欲聋 他们倒是气势非凡了 不过 也正是这样的气势非凡 也直接成为了 圣域雪山的雪崩 罪魁祸首 加兰神殿 不可谓不是 北部大陆的第一大工会 无论从窃室 再到部队的整齐划一 都是整个命运中 屈指可数的高端 所以 他们六辆车子 发射出的炮弹 几乎是同时同点 而发出的爆炸声 也几乎是同时的 碰到一声 叶子和秋水不忍沉 只听到一声 震耳欲聋的巨响 让他们耳朵 暂时失聪 甚至无法听到 对方说的话 只能看见 对方的嘴动 这样的情况 足足持续了半分钟 才有所改观 叶子这才听见 秋水不忍沉的怒骂 卧槽 到底是哪个傻逼工会 放的炮 这么想 他们是不是想把雪山 直接震垮掉 才心甘情愿呢 怎么了 你刚才可能没有听见 我是法师 对于声波的抵抗 要比你强一些 刚刚放炮之后 圣玉雪山又雪崩了 还有 秋水不忍沉 苦笑了起来 还有什么 看见秋水不忍沉的苦笑 叶子扬眉问道 他觉得 现在他们已经够倒霉的了 就算再倒霉一点 也不会有什么 守护雪人 好像队伍壮大了 反正我是已经发现 有两只在我们的后面 叶子立刻回头去看 可是 什么都没有看见 没有呀 刚刚被雪埋上了 不过 我觉得那些雪人 应该不怕雪崩 估计一会儿 就能从雪堆里爬出来 秋水不忍沉 看向了前方 只见大概 在三百码之外的地方 有密密麻麻 哼压压的一片 虽然看不清楚是什么 但是 他直觉告诉自己 这应该是人 墨加米亚平原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能见度非常的高 可喜可贺 这让秋水不忍沉和叶子 能够清楚地看到 远处的情况 自然 也能让三大工会 清楚地看到 远处的情况 就在加兰神殿 放炮声音落下之后 所有人只觉得 身后隐隐地 似乎有隆隆的声音传来 加兰风情只觉得 沙尔多被这炮的响声 震得难受 所以也没有在意 继续指挥着所有的远程 朝着正从提满荒城里 跑出来的小怪 放出又一轮新的法术 雪崩前进的速度 有多快 没有人计算过 反正叶子觉得 快的 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了 他和秋水不忍沉 大概是从雪崩 正式落下来的前三分钟 开始奔跑的 他的速度 自然是不慢 而秋水不忍沉 猛贯药水 也能追上他的速度 可是他们 才狂奔了不到五分钟 那雪崩就基本上 距离他们不到八百码了 按照雪崩的 这个速度的前进 只怕最多 再有一分钟 他就能将整个 墨家庙平原 全部覆盖掉 距离前面的大部队 不到一百码了 叶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对秋水不忍沉说 快点喝药水 把你的药水 全部灌下去 我们要冲过去了 知道知道 秋水不忍沉 已经在灌药了 现在 他已经被浪费得麻木了 根本就忘记 这些药水 到底值多少钱 当然 他也完全不想 让自己记得 第一个发现 后面出现不对情况的 是雪雨飘香工会 他们工会 在整个阵势的最难面 而且 稍微靠后一些 在他们的后方 有一支强大的盗贼团 在进行巡视 所以 这些盗贼团 第一时间 发现了不妥 枯骨转头一看 只见 远远的 市里几乎 不能锁及的地方 有一片巨大的 雪白的 刺眼的东西 在飞速前进 而在最前方 似乎有两个 红色的光点 他的心灵一惊 问道 那是什么 不知道 木迪悠扬 也被眼前的情况 给惊呆了 他下意识地 回答了苦骨 不过 他心里的不安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因为 他的目光 落在了那两个 奔在最前方的 红色光点上 他的脑子里 出现了一个人 公子幽 是公子幽吗 不会吧 这种诡异的情况 如果血雨 飘香发现了 那么 迦兰神殿 和星辰发现 也就不远了 迦兰风情 朝着整个队伍的 后面看着 面上 神色凝重 他转头 问着专门负责 这次周边 和旋逻 以及侦查的团长 孟回千里 这是什么东西 孟回千里 也傻眼了 他愣在那里 不光是他愣在那里 其实 绝大部分的玩家 全部都愣在了那里 没有人可以用语言形容 现在所看见的一切 白色的巨浪 好像是有生命一样 呼啸着 朝着墨加米尔平原哭来 似乎要将这平原上的一切生命 全部吞噬掉一样 如果这个情况 在大海上 大概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可是 这个情景 却偏偏出现在内地 出现在 墨加米尔平原上 这怎么看都那么诡异 天空是蓝色的 平原是绿色的 而那巨浪是白色的 每一种颜色都是那么的清新淡雅 每一种颜色都是那么让人赏心悦目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种颜色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情况之下 凑在了一起 却让人有一种 几倍发凉的 惊心动魄 巨毒紧紧地 抿着嘴唇 眯着眼睛 盯着不远处那 上下翻滚 而形态不一的巨浪 他的手 用力地握着法杖 那用力的程度 仿佛要用掉 他全部的力气 而握住法杖的手 骨节分明 发青泛白 可以想象 他现在的内心 是如何的不平静 他静静地 看了看自己周围的团队 然后毫不犹豫地下令 将所有工程车 朝着安全区送去 以最快速度 啊 南宫云飞 看着一个团长 领了命令 就立刻下去 他看着巨毒说 你已经知道 是什么了吗 巨毒摇头 不知道 但是绝对 不是什么好事 他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不过 我可以肯定 如果现在 不快点保存实力 我们这次 绝对会亏得很惨 那 工会成员呢 南宫云飞 看了看 这众多的工会玩家 他们虽然大致 已经意识到 要发生什么 可是他们 却全部 从容不过 丝毫不将 这即将发生的灾难 放在眼里 巨毒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跑过掉了 只能往后撤一撤 能保住多少 算多少吧 南宫云飞 立刻将这个命令 转达了下去 不到二十秒 整个新陈工会 开始撤出了 对于提脉荒城 最佳的攻击位置 大部队 有条不紊地 朝着荒城边上的森林撤去 而加兰神殿和血雨飘香 也已经开始撤退了 真不愧是大工会 从发现了危机 到做出指令 并且开始撤退 都没有超过三十秒 只是 这样的速度 比起那呼啸而来的雪崩 还是显得有些慢了 他们好像在撤退了 秋水布染尘 一直跟在叶茨的后面 虽然他已经灌了 很多的药水 不过 还是拼不过猎人的速度 真是没有办法 腿实在是太短了 短得让人 累牛满面 不撤退 等着死呀 叶茨也看见 三大工会 开始往荒城边上闪人了 我的意思是 现在他们才开始撤退的话 会不会已经太晚了 而且 秋水布染尘 眯起了眼睛 唇边闪过一丝笑容 黄城边上 应该有守城的怪物吧 这样贸然的退过去 只怕效果不大 叶茨想了想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先不要说 时间够不够的问题 就说那庞大的队伍 一起撤退 所要面临的 从荒城里 不断奔出来的高级怪物 就是一个十分头疼的事情了 他忽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喂 你的功勋有多少了 你想刷功勋 秋水布染尘的眼睛 亮得好像是深夜里的起明星 实在是好看 我是该说你聪明呢 还是该说你心术不正 叶茨眯起眼睛 微微一笑 这个家伙 倒是跟自己 想到了一个地方去 无所谓 我既然能想到 你想到的事情 就说明 你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 秋水布染尘 黑黑一笑 不过问题是 这雪崩并不是我们引发的 这功勋 应该算不到我们的头上 这确实 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